你没事吧 南宫流离 你干什么呀 我 我怎么了 我看你不小心跌倒 好心问你一下 明明就是你把我绊倒的 你怎么血口喷人呢 大家都看见了 明明是你自己把我绊跌倒的 是不是 是 对啊 对啊 南宫流离那么好人 怎么会把你绊倒 就是啊 你自己跌倒还要赖人家南宫流离 南宫 算了吧 算了吧 我们去吃饭吧 对啊 对啊 赶紧走吧 你走吧 走吧 你干什么愿望我 我 谁愿望你了 我会回到我 我有一股东西 我可以找我 我 我就会来 我去吧 你不会做事 你怎么会ury 你不会把我蛋 我还是要把我蛋 你不会干吗 我肯定要不要 划算我 用我肯定要做 这一条 甚至我们 我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过分 再说他也没做错事了 等回去再跟他道歉吧 然后再给他换一个职位 就是了 进 顾总 您今天中午有一个饭局 我已经帮您安排好了饭店 帮我退掉吧 今天中午 我想在公司的食堂吃饭 食堂 我知道了 我知道今天是火不对 对不起 老夫人 您喝茶 您要累了就回屋里歇着吧 景夕啊 今天第一天上班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凭邵夫人的学识能力 这个一般的工作应该没问题 您放心 就怕他不适应 那不还有少爷吗 是啊 他们俩现在啊 敢听这么稳定 我也就放心了 一会儿 你让露露 做两样景夕爱吃的菜 他今天第一天上班肯定很累 是 那您进屋歇着 好 歇会儿 陈主管 嗯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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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不知道今天总裁怎么了 非要检查你们卫生间 看你们十五楼的卫生间 打扫得不干净 陈总挺生气的 还特意派人再去检查 如果再不干净的话 那可能就要靠你们清洁部的 奖金了 我这个是露 过来提醒一下 南宫助理 我跟他们那是千交代万交代啊 让他们工作一定要认真努力 他们就是不听 南宫助理你放心啊 我这就派人去打扫 一定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我看你这人手好像不太够啊 是是是 我们一人负责一层楼 工作量可大的呢 不是有一个新来的清洁工 那你让他去打扫啊 新来了 我让他打扫大厅了 还就他工作量小一点 行 那我呀这就让他去打扫去 你看 我这特意来告诉你 如果顾总知道 那肯定不高兴 你可千万不要出卖我啊 南宫助理 我放一百个醒 你能来给我通风报信啊 我领你的人 我肯定不会收手去的 你放心啊 那我先去忙了 你也继续 你继续忙 南宫助理 您慢走啊 新来的 又在偷懒呢 那个去把十五层的卫生间给打扫了啊 主管你不是说我只负责大厅还有周围的卫生吗 怎么 那 推三组四啊 不是 身为神鹿集团的一名员工 那工作必须得勤奋努力啊 就临时加派你个任务就办不到了 我不是这个 你这以后还能有什么出息啊 再说了 小夕啊 我呀 这也是给你机会多多表现 是不是 这样的话 以后上升的空间也有 也比别人呢 升值得快 是吧 那个主管 我们保洁部再往上升的话 就应该是主管了吧 您的意思是说准备培养我先 小夕 你工作第一天 野心可不小啊 不是您刚才说什么 升值空间大什么的 升到主管 你做梦去吧 本主管的实力 那是你能比的吗 工作去吧 步伐带快 利索点 干什么呢 小夕 饭盒 吃得比我还好呢 吃得比我还好呢